评论前的各位小姑娘小小 欢迎回到玩模会 今天我们一起来玩的是由变金刚 第四方奥义出品的SS天火放大改模加合金版本 这一次的玩具改模的地方是比较少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优化的部分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这一次我拿到的是一个评测键 所以是没有包装与制品的 在这直接就以载具形态做一个展示 因为之前官方原版的时候我是有人变成载具的 这一次就从载具变成人 如果大家想看一下人变成载具的话 可以搜一下我之前SS天火的一个变形视频 这一次就不多做废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先看一看大小方面 从机头部分到机尾的部分 大约的大小在51厘米 真的是一个超级长的载具 这款玩具拿到手的一个架势也是非常非常强 拿出同系列的LS14来做一个展示 整个的一个感觉上面来说 也是比较接近于真实载具形态的一个样子 然后这款玩具我后续再来给大家做一个视频分享 先放置一边 这一次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在于载具的优化 可能金属器方面我并不是感觉有多么强的优势 但是这一次的载具优化我是觉得比较靠谱 拥有原版的好朋友应该知道 这款SS中奖的好朋友是能严丝合缝的 非中奖的好朋友 就是大家拿到的版本几乎是有一些卡扣 无法做到严丝合缝 所以这一次OE的版本 也是针对于这些卡扣没法严丝合缝了 来做一些优化 首先我们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来看一看 合缝的一个感觉来说是做得非常到位 每一处的卡扣都是密合的非常稳的 包括这里面的卡扣 每一处都是密合的非常到位 这一点是我非常满意的 晃动一下引擎 这一侧也是一样 晃动一下 丝毫没有松散的现象 这说明它的卡扣密合程度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 然后整体的涂装是以黑色为主色调 上面该有的丝印涂装还是有的 比方说这小松鼠这些涂装 只是机头部分 我觉得和官方的正版一对比 还是稍微欠缺一点 官方正版的这个位置 是有些英文的私印刻画 而这个版本 这个位置是一些红色的涂装 能略显得逊色一些 然后翻置到底盘部分给大家看一下 金属漆真的是很多 然后在人形方面体现的也是比较到位 从底盘方面 可以明显看出这一次更改的可动手 配件方面一把斧子 然后是一个拐杖 还有一个和柱子的替换胸部件 这个在柱子的时候我们再来聊 有一点我个人不是特别满意 就是这个头雕部分 可以看到这个部分有一个按钮 当我误触的情况下 实际上我已经触动天火眼睛的灯光 所以在我不知觉的情况下 这个灯光已经被点亮 如果我不及时关掉它的话 这个灯光就是一直亮着 这一点其实觉得稍微有点可惜 这个灯光设计在这个位置 我个人是觉得稍微有一点问题的 其他的部分 还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小改 就是这一次的天火可以推积了 因为它所有的滚轮变成了可滚动性的 所以整体可以做一个推积 效果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涂装方面也没有多说什么 我觉得与官方并无一些差别 只是密合程度要比官方好上不少 然后整个的合缝状态也是好上不少 这个位置这一次也是做了一个分件 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就一起开始 这款玩具的一个变形 这个玩具的变形其实是和官方的一样 没有什么过多的差别 首先武器不分 我个人习惯是先把它解锁 我个人习惯是把手部的卡控先给它解锁 这里面有两处的卡 在这个地方解锁之后 这个手的位置稍稍往上拽一点 然后往外瞪一下 这个地方就出来了 结合卡扣位点是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这一次卡的非常紧 这一侧也是一样 稍微拽一下再瞪一下 把这个地方搞出来 然后由于这个玩具非常大 所以在变形的时候也是超级累 镜头可能有些时候抓不住 大家能多多见谅一点 然后冠军腰带的部分有一个卡扣 把它解锁开 这一次和官方一样都是软胶 没有什么可说的 把这个卡扣解锁开 这两个大胯的部分 先把它结合上去 这个地方结合的比较紧实 听这个声音非常紧实 当你变的时候 尤其是从飞机再变回人情的时候 或者从人情变成飞机的时候 这个地方真的是老费劲了 费了吃奶的劲 然后这个地方卡扣几处 一处把这个地方解锁 然后脚掌部分 这个地方卡扣解锁开 然后这个位置有一个卡扣 把它解锁顺势 把整个的脚步回归于之前的样子 做一个 这个地方由于变形太大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参照SS的 实际上是一样的 大小方面只是大小方面优秀区别 然后脚掌部分给它翘起来 这个地方是比较紧实 整个脚尖部分是合金件 这次合金件其实加的也不算是特别多 就是把配重方面增加了一些 然后这个地方 手拿脚掌部分拉开 卡扣解锁 这一次也是一样 翻开 OK 如果在变形的时候 有时候你可能 这个引擎盖的这个尖 可能会触碰开 这个地方好像是和天火合体 是有一个重新设计的一个关节 回头做合体的时候 再给大家做一个展示 就是脚掌部分 该翻开的翻开 撬开 这地方没有什么过多说的 这个位置分开 OK 这个地方翻成这个样子 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各位视频前的小伙伴尽量 然后手部的部分先不用去管它 我个人习惯的是先把整个的头雕部分 给它变出来 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 稍微起来一点 这个卡扣的一个紧实程度也是很高 然后把整个的拐杖部分给它拿出来 这里面都是折叠 这个地方如果你没看懂的话 可以参考下SS 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大 做视频的时候确实是不怎么方便 这个各位小伙伴多尽量 然后这个地方我要讲一下 这里面是有一个倒勾卡扣 倒勾卡扣在这个位置 然后你要变形的时候 首先这个地方解锁开 两个图点和凹槽 然后这个地方 一定是这一片 这一片这样看 往里这样勾出来 这样就可以把这个地方解锁开 解锁开之后 这几片的卡扣也可以解锁 这一次这个位置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动 然后这个地方通过双关节 凸点和凹槽进行一个解锁 因为这个玩具变大了 所以料子方面变得更加紧实 然后这个地方 我现在讲 它是和原版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原版 原版这一片就是整个一片 然后这一次我们翻到侧面来看 其实是三片做成一片 但是它采用了这种倒钩的一个关节 所以在变的时候 记得大王龙的这个变法 稍微V字 折一下 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样稍微 稍微V字 这样V字翘起来 这个卡扣就不伤卡扣 而且很轻松的就给它折过来 这一点 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应该知道 就是V字手法 把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分件 这一点还是很不错的 很好看的 OK 这个地方分开之后 胳膊的位置 把它打开 并且胳膊做一个旋转 这个位置也是 打开 真的是很大 所以变形的时候 确实是不那么方便 把它旋转一下 好 这个旋转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们来调整一下 机身的肌位 OK 这个部分调整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来看 其实是要做这样的折叠 这样看的明白吗 朋友们 真的是太大了 然后鸡头部分 一段的折叠 叠过来 然后两段的折叠 这个地方按照转轴的部分 叠过来 叠过来之后 把刚才翻的这两片 它翻过来之后 顺势 把整个的这一片 给它放上去 这样看的会比较得劲的 这玩具实在是太大了 可以看到这里面 实际上是有突点和凹槽 并且是有卡扣的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突点和凹槽 黑不溜秋了 所以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其实就是突点和凹槽 轨道这里面 把整个的天火这两片 调整过来 胸口的卡扣 让轨道 这个位置 那其实这个地方已经出处形了 然后呢 把这两侧往上调 这个位置没有什么 可以看到这有一个长凸 然后呢 顺势 这个地方一定要卡扣啊 这个地方要卡扣 这个地方翻折 握住肩部关节 这个地方比较紧实 然后手掌部分 翻开 OK 那一条手掌呢 就完成了 这一侧也是一样啊 好累啊 这手 突点和凹槽 卡紧卡住啊 你听我的喘息声 太累了 然后这个位置翻开 翻折 把这个造型部分调整一下 两侧的胡须 稍微往下压一点 胸口部分呢 就调整到位了 然后 腿部这个造型 这个位置 可以看 刚才腿部不是这样吗 我们把它挪动一下 做一个旋转 然后脚掌部分 调整到位 这一侧也是一样啊 挪动一下 视频前变这么大一个玩意 这真的是挑战 OK 这两侧呢 就算是变完了 这个地方呢 是这一次呢 做成了插把件 这个可能是和最后 合体是有关的 我这边听说啊 小道消息啊 是后续呢 也会出 某家的KO配件包 和这个柱子和天火 做一个合体 所以呢 现在看起来 是没有这个说法 但是 以后呢 说不准 哪天呢 就出来一个配件包了 然后把这个腰带部分 卡扣和图点 做一个结合 真的是 太大了 这玩具 变形的时候 连连的传奇声 就是看见了 这个玩具 OK 我们来调整一下 放成斧子 这个斧子这一次呢 也是有改模 原先的伏饼的部分呢 没有这个图点 而这一次呢 它做了一个图点 这样呢 会显得更加好 握持一些吧 这样 OK 这一次呢 立起来 这有一个拐杖 给它 立起来 然后呢 把老爷子的角度 稍微调整一下 毕竟呢 是个老爷子 哎呀 这个太大 整个玩具呢 变形方面 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啊 但是呢 就是因为太大了 所以在视频前呢 并不方便展示 所以呢 这个倒是 一个比较大的难度 接着呢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看一下这个 官方版本啊 与 OE版本 差别有多大 你可以明显从视频 看出来 这两者的一个差别 那身高方面呢 我们也来量一量啊 因为呢 这个天火呢 它是一个鸡腿形态 所以呢 我们先量一下 它这个腿部呢 完全全的时候 大约的一个高度 从这个地方 到这儿已经是 快三十了 如果把这个腿部 这样调整 大胯啊 调整到一个 非常高的 样子 好 这时候 再来测量的话 从零度啊 OK 到头顶部分 甚至可以达到 三十五 三十五厘米的 一个大小 真的是非常大 而且呢 这款玩具呢 其实我个人感觉 比起 这个SS原版天火 它更适合搭这个 SS其他的角色 你可以看 我这样是 拿出一个 SS的柱子 做一个对比 你可以看 我觉得 这个比例啊 真的是 比较合适的 然后呢 SS这个天火呢 就非常非常小 好了 这也是说 这也是说一说 然后呢 我还是要把这个 家伙呢 稍微蹲一点 毕竟这个家伙 太大立起来 感觉重心不是特别稳啊 所以呢 还是要把它立一点 我们来看一看啊 与 这个原版有什么不同 这一点呢 是我们想看的 首先呢 武器方面 这个大小 这就不是一个量级 然后边缘部分呢 都是有银色的涂装 正版的武器呢 是灰色的塑胶 而这个 OE版本呢 是黑色的 并且呢 正版的银色呢 是偏银白 而OE呢 是偏这种钢色 这一点呢 就不太一样 然后接口方面呢 OE增加了一个 凸点 是方便 与手部里面的 凹洞进行一个结合 这一点呢 也是与官方版本不一样 但是呢 我个人是觉得 OE这个版本 在这样做的情况下呢 可能会 更自然吧 更好拿一些 然后官方这个版本呢 是怼在人形的 手部凹洞 这一点呢 就非常非常丑 而且呢 你这样怼 这个地方 也是挺难看的啊 这是比较大的一个 武器上面的差别 拐杖部分呢 其实 两者呢 区别性不大啊 因为都是黑色的涂装 然后呢 OE这个拐杖呢 就是 纯黑色的涂装 官方这个拐杖呢 是一面黑色 一面有灰色关节 然后 就是配色方面啊 我们 稍微把人形 做一个调整 让各位呢 更方便看一下 首先呢 我这款 SS的天火呢 是做了改造 和重涂 眼睛部分呢 叮当是加了眼灯 然后呢 两侧的胡须和 面部的一个细节呢 是我重新重涂的 进行了干扫 所以呢 整个的一个感觉来说 两者呢 是各有优势 而OE这个版本呢 是增加了一个眼灯 眼灯的位置呢 刚才已经是 给各位看了一下 这一次呢 我们就来展示一下 眼灯的效果 按动底部啊 这个眼球的部分 非常非常大啊 而我觉得这个眼睛呢 这么看呢 不是特别有神 因为眼人的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大 然后细节方面呢 我们再来拉近看一看啊 我觉得是还不错的 然后呢 边上这个落腮胡子部分 全部进行了一些 轻微的干扫 然后眼睛的细节刻画呢 还是有 只是呢 眼灯部分 我觉得做的过于大了一些啊 然后头顶的这个细节层次呢 包括这个丝印 你细致来看OE的这个版本 它都是有印刷的 可能在镜头里呢 呈现的并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我想说的是 它都是有印刷的 抬头低头的关节 都有左右的活动 360的一个旋转度 都是很不错的 和官方一样啊 然后呢 胸口部分 差别性呢 是比较大的 我们来看一下 OE的这个胸口 再看一下官方的胸口 官方的这个胸口呢 整个是塑胶 灰 加上一些黑色 OE呢 把它涂成了铁灰色吧 上面有些金色的涂装 还有些银色的分色 感觉呢 可能会更好看一些 包括肩部的两侧呢 都有些金属银色涂装 这一点呢 就相比于官方的颜色方面呢 会好上不少 再者呢 我们再来聊一聊 这个肩部的涂装 把这个肩部呢 稍稍往下拉一点 这样看呢 会比较明显 首先呢 官方的版本呢 整个的肩甲是黑色的 OE的这个版本呢 在黑色的基础上 有些红色的涂装 还原飞机形态的 一体性吧 然后肩部的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活动关节 我感觉这个涂装呢 有点像这个 搅拌大师的搅拌筒啊 有些黑铁灰的一个涂装 而官方呢 这个就是一个灰色的塑胶 小臂的部分 这个位置比较紧实啊 我们来听 是有齿轮声音的 但不得不说 这个齿轮声音比较惊悚 不是那种特别 酥脆的齿轮声音 我把这个怼上去之后 再给大家展示 来听这个声音啊 是非常非常闷的那种 而官方这个版本 卡扣卡住之后 是没有齿轮声音的 这一点呢 也是差别性比较大 再者呢 就是这个手臂的分色 可以看官方只是 有寥寥的一些蓝色涂装 而OE这个版本 金属色的分色 和金属蓝色的一个涂装 做的是非常到位的 这个地方的活动性 听 是这么大的 在手轴的部分 有一个360度的旋转 而且呢 比较紧啊 这个地方 看这个分色 我个人是觉得 OE这一次的分色呢 还是很漂亮的 枪铁灰色 有些金色涂装 黑色的分色啊 这一点也是做的 很到位 手轴的部分 有些比较多的分色吧 我觉得这一点比较好 手轴呢 由于变形需要 它是和官方原版一样啊 手部有一个收纳 但是呢 和官方原版不一样呢 是 它这个手部 无论是涂装啊 还是细节 还是造型来说 我觉得OE呢 更胜一筹 而且呢 每个手指 一段 两段 三段的活动关节 这个是官方达不到的啊 官方呢 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造型手 并且呢 手部糊口这个地方 有一个凹洞 而OE这个版本呢 这一次呢 把手部改成全可动手啊 而且每个手指都是 银色和金色的一个分色涂装嘛 这一点呢 我觉得很不错 手动里面呢 是有一个凹洞 没有什么可说的 然后是裆部的这个VH 官方版本呢 有银漆 OE这个版本呢 也有银漆 还有一些管路的细节刻画 延伸的层次感呢 也是比较够的 整个的腿部来说呢 OE这个版本呢 是银色的涂装比较多 而官方这个版本呢 这个地方还是露了一点黑色 从我个人的喜欢程度来说呢 我个人更偏向OE这个版本 并且呢 OE呢 在这个引擎的部分 可以看到 有些细微的管路刻画 涂装啊 这一点呢 很到位 而官方呢 这个银色呢 就是传说中的low bein嘛 好像是 然后呢 前引擎盖的部分是灰色的 而OE的引擎盖的 喷射孔呢 是黑色的 然后侧面来讲呢 没有什么区别 整个呢 都是一样 黑色的 但是官方的这个黑 偏黑灰一点 OE这个黑呢 偏 纯黑色一点 然后小腿部分 分色呢 也是不一样 官方那个是灰色 而OE这个版本呢 是有分色的 脚掌部分 脚尖的位置 OE是合金键 而官方的这个 是塑胶键 然后呢 这个位置呢 OE是银色的涂装 而官方这个版本呢 是灰色涂装 只是呢 我觉得如果能把这个脚后跟的部分 再做成合金键的话 可能对于整个玩具的一个配重来说 会更好一些 然后呢 这个腿部 活动性 齿轮关节 我们来听一听声音 摇晃一下啊 没有丝毫晃动性的啊 后腿的一些部分 然后呢 这个位置 齿轮关节 该有的都有 这个位置 有一个反转的一个关节 包括这个里侧 齿轮 接地 这个位置都还不错 然后呢 这个位置呢 是合金键进行了一些配重 呃 后面呢 来做一个对比 这一次 我觉得后面的展示意义也比较大 这一期呢 真的是乱糟糟了 因为东西太大了 然后呢 官方这个版本呢 是这个位置整个分一片 然后呢 OE这个版本 把它分成三片 层次感呢 会更强一些 然后再者呢 可以看一下官方的屁股这个地方是灰色的 而OE这个版本呢 把它涂银 并且呢 有些管路刻画 这点呢 还是比较好的啊 所以呢 在涂装方面来说呢 我觉得官方这个版本呢 还是比较省颜色的 而OE这个版本呢 涂装方面呢 还是做的比较不错 那这一期视频呢 就是简单的给各位看一下 OE版本与官方版本的一个区别性 还有一些改模的哪里 核心键夹的哪里 然后呢 有什么小小的问题 那整个的一个感觉来说呢 我觉得OE这个大小呢 是非常适合搭SS比例的 甚至比官方那个版本更适合 载具形态的一个密合度呢 OE版本调控的是非常到位的 而官方那个中奖的人 肯定会密封密的好 但非中奖的人的话 只能说这个看运气了 而OE这个版本呢 在这个位置呢 调整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到位的 包括这个关节的松紧度来说 这一次我评测件 拿到手的一个感觉呢 就是说关节都是比较紧实的 没有说过多松动的一个现象 这一点呢 希望大货也保持这个素质 然后呢 这个喷射引擎的地方偏松一点点 容易掉啊 眼灯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开不开都一样 我觉得不开 反倒是觉得这个眼睛还挺好看的 开眼灯的时候 这个眼睛眼圈有点大 过于惊悚了 然后涂装方面呢 OE这一次的金属漆呢 其实涂的也是非常多的 这一点呢 让大家看一下就行 那这一次的视频呢 可能整个的录制效果呢 会比较糟 但是呢 也没有办法 这个玩具实在是太大 在人形三十四五的样子 在飞机形态呢 都五十几的一个大小 确实也是比较为难吧 因为整个玩具呢 呈现的一个角度呢 也是非常大 那大家敬请期待 这款OE的LS14 就是这款SS44的一个改模柱子吧 而且还有一个最终的合体 那这一次呢 就是简单的来跟它做一个对比 让大家知道 这款究竟是改了哪里 动了哪里 什么样子 那下一次呢 就不会出现它了 下次呢 就是它和它之间的一个对比 OK 那喜欢咱们的视频啊 多多速三连支持一下吧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